大家好,今天讓大家講講,華為用了三年用了幾千人突破美國的封鎖 它的ERP軟件系統實現全面自主 另外,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說,要與中國建立所謂公平的經濟關係 內地媒體評論,美國既要壞事做絕,還有好處佔盡,還要維護自己的形象 10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華盛頓的約翰斯普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就中美經濟關係發表講話 美國彭博社形容,耶倫這次演講是他上任以來涉及面最廣的一次 美國政府也相當重視,美國財政部在兩天前已經發布聲明,媒體也強調這句演說的重要性 耶倫演講中說,任何與中國脫鉤的努力都是災難性的 美國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和公平的經濟關係 但是,當他們的撤身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美國將會堅定地捍衛國家安全 即使以犧牲中美關係為代價,都要這樣做 耶倫說,美國不會在安全方面對中國作出妥協 美國將會繼續確保自己和盟友的安全利益,並將在必要時對中國予以反擊 他講到美國封禁對中國的半導體設備和技術出口的時候說 儘管可能會對中國產生經濟的影響,但是這樣是純粹為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耶倫說,中國擴大對各國企業和各國私人企業的支持 以壓制外國的競爭對手 健康的經濟競爭只要在公平的情況下才可以持續 他還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削減了輪國和世界各國的利益 中國對美國和他們的盟友採取更具對抗性的姿態 不但在印太地區,而且在歐洲和其他地區都是這樣 但他在全球問題上呼籲,美中兩國必須坦誠,討論棄手問題 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共同努力 比如幫助面臨債務問題的新興國家,也要在全球問題上取得進展 耶倫說,他叫為一適當時訪問中國,希望與中國同行,進行實質性的對話 為負責任地管理中美兩國的雙邊關係奠定基礎 總體來說,耶倫這場講話概括了美歐政府與中國打交道的三個重點 就是第一,拜登政府無意與中共脫勾 第二,美歐將會繼續在兩國的經貿往來中 用國家安全這個理由牽壓中國 第三,希望中國與美國在需要的領域之間合作 並且解決重大的全球問題 很多外媒認為對於耶倫上述言論是向中國釋放善意 而美國《納粹時報》就說,這次講話的基調更為緩和 對中美關係表現出明顯積極的態度 英國金融時報甚至認為耶倫說應該被解讀為 向北京拋出橄欖枝,中華是否這樣看,就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不可以指責耶倫沒有作出努力 其實曖昧這些邏輯極之奇怪 美國才是現在中美問題的系靈人 從向中國發動貿易戰到封鎖制裁,搞了一大套 現在就反過來把吳通程達利這個標籤貼向中國 你打完人,只要對方跟你對話,幫你忙 他不接受就變成是他的問題 這些說法都充滿了虛偽和傲慢 耶倫雖然是白宮團體中比較理性的官員 學者出身的他,說不出太強度的邏輯 但是他的論據依然是漏洞白出 第一,耶倫說當美國切身利益和國家安全 受到威脅的時候,將堅定地捍衛國家安全 並且以華為為例子 其實沒有禁制向華為出口5G手機用的芯片 打壓華為的手機業務 但是華為的手機,威脅到美國什麼國家安全呢? 如果真的有其事,那蘋果的手機又是否在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呢? 說白一點,美國制裁華為 就是因為華為的5G電訊業務完全超前了美國 而華為的手機也直逼美國的手機 美國找到藉口打壓華為扶植美國的公司 這與美國當年拘捕法國WOLO巨企 阿爾斯通的高級管理人員 最後迫使阿爾斯通把WOLO業務 賣給美國公司的動機一模一樣 第二,而來買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 失落了輪郭和世界各國的利益 說白一點,就是中國經濟的總量 開始超過美國的七成 美國怕中國的競爭 就用了1985年對付日本同樣的邏輯 對付中國 美國要做永遠的霸主 這就是美國的利益 第三,葉倫說中國對美國和他的盟友 採取更具對抗性的姿態 眾所周知,美國在2009年宣布重返亞洲 如今在印太又搞出一個又一個框架包圍中國 先和印度、越南、澳洲、韓國、日本和中國對抗 這才是真正的對抗性姿態 中國其實只是被迫作出回應 北京日報屬下的公眾號長安家知事 就這樣評論美國和葉倫的講話 既要壞事做絕 還要好處佔盡 對外還要維護形象 他這個形容十分重肯 順帶一提 但是美國要與中國對話 主要不是談氣候合作 在耶倫的領域 是要中國不再減持美國國債 是要中國不再搞去美元化 是要中國大量採購波音飛機 這就是美國的利益 這就是美國優先 提到這些問題 美鳥就會把盟友放在一邊 例如叫中國買多些美國牛肉 直接搶澳洲牛肉的生意 中國不願意接見美國官員 講美國利益問題 美鳥就會放風兼出手 迫白中國 例如年初 美鳥國務卿布林肯希望訪華 美鳥就跟日本荷蘭 達成禁制身邊支備出口的秘密協議 借這個協議想逼中國埋台談 結果當然是失敗了 如今美鳥搞完一輪 布林肯又想訪華 結果又向媒體放風 例如4月18日 美鳥政客新聞網就報導說 白宮將會在本月底 推出史無前例的對華投資限制規則 以壓制中國技術和軍事崛起 還說拜登政府 最近已經開始向有關行業團體 介紹這些行政命令的大戰內容 美鳥這些行為 顯然違反了世貿組織的規定 違反了他日子掛在口邊 叫中國遵守的國際準則 有時看著美國這個超級大國 不斷地搞的小動作 還說得大意想言 實際上又漏洞百出 的確覺得有點搞笑 另外想說說 華為宣布在ERP 即是企業資源管理系統上的重大突破 4月20日華為宣布實現自主可控的MetaERP研發 並完全對舊的ERP系統全面提援 ERP 企業資源管理系統 堪稱企業經營軟件當中最關鍵的應用系統 ERP最早由美國高多立公司在1990年提出 相較早期的系統聚集於企業內部資源計劃管理 ERP擴展了質量管理、庫存管理、資產管理等功能無快 同時也融入了企業經營管理要求精益生產、敏捷製造等先進管理概念 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數據顯示 在中國高端ERP的軟件市場當中 是外國廠商主導 德國的SAP佔第一 美國的夾骨文排第二 兩家公司加起來 市佔率總和已經達到53% 而國內的ERP軟體行業龍頭用油和金碟 只是分別佔14%和6% 相較於外國企業的市佔率處於弱勢 而華為作為一家環球巨企 自然要用高效的ERP系統管理公司 它使用舊的ERP系統已經有二十幾年 是這系統全球使用量最大的企業之一 ERP系統支撐了華為全球170個國家 250間子公司的業務 也軍發了一個銷售訂單有76萬行那麼多 是一個高交易的操作 但是ERP這種民用企業管理軟件 竟然可以在美國政府一聲令下宣佈停工 由於美國的長臂 連德國公司SAP也要就範 2019年5月16日 沒有將華為放入實體清單之後 華為本來用了甲骨紋的ERP系統 相關供應商幾天內 就通知華為將會斷工服務 ERP系統相當於華為的中樞神經 一旦斷工 基本業務運轉將會面臨癱瘓 所以華為被迫自我研發 在2020年內部成立 MetaERP的項目 要替換舊有的ERP系統 華為結果用了三年時間 投入幾千人研發 終於取得巨大成功 它的MetaERP系統現在已經覆蓋了 華為100%業務場景 和80%業務量 據華為介紹 這個系統經歷了月結、貴結和年結的考驗 實現零故障、零現時、零掉障的良好結果 華為為表彰這個項目 做出貢獻的人員 在東安溪流、貝波村園區 舉辦了英雄強盜大盜河 MetaERP表彰會 華為創辦人任正非會上說 要多謝合作夥伴 他們認為今天的成功 和你們分不開 未來的發展也要和你們更加相關聯 任正非就說 今天在軟件上 他們還沒有落後 但有一天他們會變得非常強大 華為質量和流程的IT部總裁淘敬文就說 現在他們終於可以宣布 他們的ERP軟件已經突破封鎖 華為已經沒下來 ERP市場有巨大商機 外界相信華為開發的MetaERP 除了自用之外 將來還會投入市場競爭 資訊公司IDC研究顯示 2020年全球ERP市場規模 當時只有806億美元 但到了2025年 估計將會達到1,122億美元 五年複合的增長 平均有6.8% 高於IT市場的平均增長 要說去論席董事 孟晚舟在華為年度分析師大會上 就說了兩組數據 說2020年全球經濟中 數字經濟佔的比例 大約是20.7% 預計五年之後 即到2025年 佔比將會增加到24.3% 2022年全球數字化轉型支出 大約是1.89萬億美元 去到4年之後 即是2026年 將會達到3.4萬億美元 孟晚舟認為 這是整個產業鏈的新南海 協向數字化轉型 就要用上ERP系統去管理 美國如今搬石頭 打自己的腳 連ERP系統都要向華為斷工 逼華為自己研發 華為是一間年收入6,000多億人民幣 有250間自公司的巨企 它自己用得到Meta ERP系統 這個系統自然大有市場競爭力 最後就會成為美國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 另外 在石樓台的時快評 我會說到 在石樓台上有影片顯示 當俄斯釋放大批烏克蘭戰俘的時候 看到這些烏克蘭軍人年紀比較大 另外也有短片顯示 烏克蘭在街頭徵兵遇到年輕男子激烈抵抗 烏克蘭顯然有冰源不足的問題 歡迎訂戶到石樓台收看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的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